他怎么看待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场战争 还有这些难民现在这个遭遇 21世纪发生这种战争是不可思议的 非常不可思议 我们每天都看到这些人的悲剧 一天几千个人都是一些家庭的故事 父亲在那边战场在前线可能要死亡 老婆孩子这边很辛苦 就是很苦 很难受很难过很难过 父亲要告诉全世界 告诉人员立马停止战争 停止这个打仗 然后在后面再躺 后面躺 躺在什么 你问他怎么看待我们的这次救援行动 我们有两个慈善的力量的提供 一共是Rusof Law的朋友 我们叫法治基金 还有一个Rusof Law的我们叫法治社会 两个来救这个我们的中国同胞 和乌克兰的那些老弱 这个弱势群体 那么想让他对我们的这个援救行动 大家放下来 大家放下来 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点赞 我们有媒体全世界的媒体都来 加拿大美国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美 日本 昨天日本 非常高兴 还有中国人来了 非常高兴 你们来了 非常感谢 非常感动 告诉这个市长 我们后面我们要准备更多的巴士 达到争取每天有一小时的通勤这样的车 每小时的coach这种巴士 从利物府到克拉克夫 我们希望就更多的查尼斯同胞和乌克兰同胞 我代表法治基金 法治社会和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 特别感谢他在昨天晚上做的决定 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支持和援助 我想听一下对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看法 我不瞒你他们没有和全世界一起传统这样子 就在外面就盘盘盘子 谢谢 我很喜欢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 应该一起帮助将政 一起跟我们站在一起 抗这个战争 好 你告诉他 我们的帽子上 我们代表 我们是中国人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团队 新的团队是中国人 那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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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抗击的CCP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工程 我们的人来来 救助中国人和英国人 这是为什么我站在这里 我会和你聊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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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